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鲁明 这期话电文说一说日本不顾中俄的强烈反对 坚持核废水的排放 8月24号日本不顾中俄的严厉警告 用管道向太平洋开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 一场蓄意制造的环境危机就这样发生 人类社会之所以没能阻止这场罪行 完全是因为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庇护和纵容之下 无视还太平洋国家的诉求和利益 把自身的危机扩散到整个太平洋 像大海排放核废水 给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一种简单廉价的方式 缓解日本的国内矛盾 日本曾经讨论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废水 最安全的方式是蒸发 也就是把废水加热蒸汽排放到大气中 具有放射性的元素是不能挥发的 因此蒸汽是安全的 把放射性的元素浓缩之后 体积就大幅度减少 可以继续存储在日本本土 但是蒸发需要消耗电力 成本比直接排海高23倍以上 东京电力公司舍不得花这个钱 为此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公关 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具了一份偏向于日本的报告 遭到全世界的舆论抨击之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得不表示 自己的报告并不是支持日本政府的决策 但即使如此 也没能挡住日本排放的步伐 根据国内学术单位的测散 日本所排放的核废水 会在240天的时间里面环绕太平洋 然后抵达中国沿海 因此中方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合情合理的 需要注意的是 太平洋环流是顺时针旋转的 核废水在抵达中国之前 美国的整个西海岸都已经被污染殆尽 拜登政府总是把环保问题挂在嘴边上 甚至还任命了克里作为气候特使 周游事件宣讲美国的环境理念 面对如此严重的蓄意破坏环境问题 拜登政府为什么就不闻不问呢 甚至于当核废水严重的侵害美国西海岸 渔民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利益 危及部分老百姓的日常生计 总把美国经济挂在嘴边上的拜登政府 为什么就像没看见一样呢 实际上从拜登政府执政的这几年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美国的经济 关心美国人民 他们仅仅是关心自己的利益集团罢了 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 拜登政府现在更需要的是日本这个西方世界当中的 第二强国能够坚定的和自己站在一起 执行反华反俄的政策 美国除了对日本进行威逼之外 有些时候还做一些小小的让步 那么纵容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 就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交易 至于美国西海岸渔民会遭受什么样的命运 拜登政府有了足够多的手段来操纵媒体压制舆论 这次美国夏威夷毛衣岛的大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虽然有相当多的人怀疑这次火灾是地产商蓄意制造的 可是他们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并没有得到传播 甚至连真正的自由媒体TikTok也遭到了纽约市政府的查封 直到现在没有哪个美国政府机构站出来 说清楚毛衣岛大火到底死了多少人 造成了多少损失 所有的秘密都隐藏在失踪人口里面 所以指望美国政府站出来为自己的渔民 为还太平洋国家伸张正义 斥责并且阻止日本排放核废水 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次日本核废水的排放问题 国际社会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即使中国与俄罗斯派遣海军舰艇 或者是海警船只接近日本的海岸线 也很难实现执法的目的 日本是在距离海岸线一公里的地方排放废水 依然是在日本自己的领海之内 中国的军警船只如果进入日本领海 就会引发日美联合防疫条约 虽然中国双方都不缺乏战争的勇气 但目前的确还不是恰当的时机与美国开战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污水的问题 震结还是在美国身上 如果不能在美国国内触发有效的反对声音 那么日本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排放核污水 直到无法掩盖为止 环太平洋的渔业生产也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影响 这样的损失最终还是要由美日来承担和偿还的